凤凰 转线就跟我娘那儿说小话 差不多就这些了 其他的 看二老爷有什么吩咐 好 老爷 那我现在回酒庄去了 好 蔡管家 今年的新酿 你记住 替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泡几滩补药酒 好 明白 老爷 我听说罗继中药铺子里 有包生儿子的秘方 你看是不是 那最好了 你赶快去抓一副吧 好 我现在就去啊 二太太 那我先忙去了 去忙吧 看来呀 你们是白忙一场了 什么意思 赫申跟绣桥根本没原防 吃再多补药 也帮不出个孩子来呀 你胡说什么呀 我没胡说 是我听到赫申跟赫文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说的 他们兄弟俩谈心 能说假话吗 假话是说给咱们听的 是敷衍你跟大姐的 竟有这种事 依我看哪 倒不如就撮合赫文 跟石局长的女儿 还来得比较实际点吧 你要胡说 赫文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念书 你没听那句话吗 养儿不念书 不如一口猪 明天要回上海了啊 临时有些事要处理 我怕老陆一个人顶不住 还是回去看看吧 爹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跟我说 你跟秀巧 到底原谤了没有 秀巧都向您告状了 秀巧什么都没说 是你跟赫文谈心的时候 你二娘听到的 我说赫申啊 既然婚已经结了 你娘的心思 你也应该知道 况且 你娘不会做 无理的事情 再说 她的个性你是知道的 她一旦决定的事情 就是天塌下来 也不会改变 而且 秀巧 的确是个好姑娘 再过两年 你做什么东西 可眼前 你就依了你娘的心愿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练字呢 哦 是啊 我自认得少 所以想多学点 那样 才不会被人家笑话 这很好 难能可贵啊 你可要坚持 你放心 我会坚持的 你早点去睡吧 明天一大早还赶车呢 这次到了上海 别有睡在部行里 如果真忙的话 你就找人捎个信 我可以过去帮你 上午的事情 是我误会你了 我态度不好 连给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对不起啊 没事 我早就忘了 贺生 我希望你永远记住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你听到什么 我希望你记住 只要我答应过的事 我就一定会做到 绝不反悔 我答应你 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样就好了 之前那个洋娃娃 我看你挺喜欢的 我从来没见过 那么漂亮的洋娃娃呢 以前家里穷 连缝娃娃的碎布都凑不起 更别提那种穿着蕾丝洋装的漂亮娃娃呢 下次回来 我给你带一个 真的吗 不用了 那种洋娃娃一定会花很多钱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真的不用了 你就别拒绝了 这当作是我的一番心意 来来来来 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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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请啊 请请 好 请 在那儿打 我们 numb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需要点什么 照这个方子给我专药 姑娘 你知道 这药方上的药 吃了以后治什么吗 这药可不能乱吃啊 医不留意会要命的 你就照方抓药吧 如果这里没有的话 我去别家了 好吧 姑娘 给你药 文凤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好巧啊 你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我帮你摆把麦 不 不用了 没事的 我刚刚看过医生 我先走了 我有点急事 我们以后再聊 好 再见 那你走好 老板 方少奶奶 你今天又是替方老太太抓药 麻烦了 有你这样的好媳妇照顾着方太太 她真有福气哦 你别这么说 照顾婆婆是天经地义的事 况且我婆婆对我就像疼女儿一样 嗯 您说的也对呀 比起之前那位姑娘啊 您上辈子一定烧了不少好香 你是说 刚才出去的那位姑娘 对呀 人长得水灵 年轻 漂亮 可惜啊 这命就不太好喽 你怎么知道的 你认识她 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要打胎 你说这命运能好吗 怎么回事啊 嗯 没事 我把药弄撒了 没事 擦擦就好了 你这丫头 从小就不爱看病吃药 怎么这一会儿 那么主动地给自己熬药呢 我 我长大了吗 可以照顾自己了 嗯 我长大了吗 温凤 你有事 自从你失魂落魄地回来 我就觉得你有事 跟院长说说好吗 温凤啊 在我面前 你不用担心 再大的困难 你都不必担心 我都会跟你一块去克服的 院长 孩子 孩子 院长 你这孩子真是的 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会做出这种糊涂的事情来呢 我都知道 所以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我想了又想 只要把这个孩子打掉 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你说什么呢 孩子是无辜的 你没有权利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 他就会把这种糊涂的生命 还敢在这儿 闭口 你还不敢在这儿 我出生吗 你还不敢在这儿 我一枚见了 因为你也不敢在这儿 那也是我自作自剩 这孩子是方先生的 我们原本打算要结婚的 可是没想到 他家里给他说了另外的结婚对象 这当中一定有误会 前两天啊方先生还来这儿找过你 我说你不在这儿了 他的样子看上去很失落 何生他来找过我 对呀 他能主动来找你 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回转的余地 你呀千万别往死胡同里钻 来 我陪你去找他 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 就因为他单纯 什么都听你的 你就说服他 没有爱情 没办法同房 娘 你就说到哪里去了 你心里还惦着那个女人 娘 该喝药了 别急 陪我聊聊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您心烦了 没事 我在想 你娘的生日快到了吧 对呀 就是下月初三 你该回去一趟 你爹走了 你又嫁到这儿来 你娘的生日 你娘的生日冷冷清清的一个人 心里肯定难受 娘 我真的可以回房庄吗 傻孩子 当然可以了 对了 这是咱们酒庄新酿的酒 又浓又醇 回家的时候 记得带上几瓶给你娘尝尝 谢谢娘 是这儿吗 走 没事的 你娘 你娘 你们俩找谁啊 您好 我们是来找方赫生方先生的 叫她干什么 不好意思 有些话 只能当着她本人的面跟她说 不知道他在不在啊 該不會是想借錢了吧 你們這種人 老爸我們這兒當救濟院 沒錢吃飯就上門 聽你說話尊重點好嗎 不要狗眼看人低 你媽誰是狗啊 誤會誤會 這位太太 我們不是來借錢的 我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來找方先生 請您代為通報一聲好嗎 通報 你一當我是門房啊 再說我們方家的人 是你想借就能借的嗎 請你告訴方賀生 回來他孩子的女人 在外面等著他呢 看他到底是借還是不借 原來是風流寨啊 你們這種女人我見多了 說說看 是在哪兒認識賀生的 你們又是怎麼勾搭上的 我尊重你是長輩 但是請你也自己尊重自己 更要尊重何院長 和你們方家大少爺好嗎 娘 怎麼回事啊 他們是 你好 我要見方賀生 麻煩你告訴他 張文鳳在外面等他 我看哪 准是你哥在外面 撞人家的套 現在上門來要錢 也不知道懷了誰的野種 硬要賴給我們方家的 請你說話放尊重一點 不要瘦口喷人好嗎 我肚子裡清清白白就是方賀生的孩子 清清白白 拿什麼證明 我不需要跟你證明什麼 我要見的是方賀生 娘 你跟他們說什麼了 你哥也真沒眼光 這種女人他也喜歡 肚子裡有了 還不是來要錢 感情是人也要錢也要了 今天不管你們說什麼 總之 見不到風賀生 我是不會走的 誰敢放他們進來 誰就卷鋪給走人 這 文鳳姑娘 文鳳 我哥現在在上海 他根本沒在家 如果你有什麼事情方便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我幫你轉達 你不能無法席 混贈 這個賀生怎麼會幹出這種 敗壞門鋒的事 老爺 這件事情如果傳出去的話 怎麼方家在地方上 不失常的笑柄呢 娘 趕緊發電報 讓他給我回來 我要當著全家人的面 讓他給我解釋清楚 我這就去找蔡招 這回去沒幾天 怎麼就惹出個姑娘來啦 这也不能怨大哥啊 大哥认识文凤姑娘在先 心里喜欢的一直都是文凤姑娘 是你们强迫大哥去修墙的 你给我闭嘴 轮到你来教训我们了 会议大事从来都是父母做主 现在把人家姑娘搞成大肚子了 难道责任还推到我们父母身上吗 本来大哥可以幸福美满地等孩子出世 现在搞成这样 难道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混蛋 怎么回事啊 看你养的好儿子 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瞎起哄 老爷 你别生气 何文他没张眼睛 我去教训他啊 何生这孩子 做事向来很有分寸 怎么会这样啊 人家姑娘打着肚子找上门来了 当初怎么 怎么就这么仓促地为他定了亲呢 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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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是 你过来的 可不可以 你只要有点儿子 你只要有点儿子 我 你要身体好点 我再回去吧 卖报 卖报 先生要报纸吗 卖报 文凤 文凤 方先生 你找张姑娘啊 方能太太 请问 你们最近有没有见过她 没有 她好像几天都没回来了 谢谢了 文凤姑娘 我是方赫生的弟弟 方赫文 我们见过的 嗯 家里已经给大哥发了电报 他一接到电报 会马上回来 那他说没说 什么时候可以到啊 明天的火车 等大哥回来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 跟他一起去上海 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去上海 那方家怎么办 我大嫂又该怎么办 你大哥的婚姻本来就是被逼的 我敢肯定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那个女人 而且 是我们相爱在先 现在又有了孩子 这个孩子 就是来结束这一切的错误 让我们重新开始的 文凤姑娘 你这个想法也太自私了吧 我大嫂是个单纯的女人 她打一进方家的门 就把方家当成自己的家 你这个想法从头到尾 只考虑到你自己的利益 你替她想过吗 嫁进方家不是她的错 那么不能丢下她去上海 对 我知道她是没什么错 可是我要为我的孩子追求幸福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觉得 让一个孩子一出世就失去父亲 这样对这个孩子公平吗 还有 让一个女人 受着一个不爱她的丈夫过一辈子 她会幸福吗 难道这样就对她公平了吗 她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啊 好 与其让所有人都陷入这些矛盾和痛苦当中 为什么我们不解开这个错误 让所有人都得到解脱呢 除非 除非你哥是在玩弄我 好 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 反正这事 只有你自己知道怎么做才好 我只是刚巧路过这儿 过来告诉你一声 我哥回来的时间 谢谢你啊 我再帮我哥说句话 他对你是真心的 Peyton 来 你撤起 我放好了啊 合身 休想 车在那边呢 我们走吧 老包 你看 要不要玩啊 好不好玩 想啊 我从小就失去了地 我不能让你像我一样 娘一定会努力 给你一个圆满的家庭 绝不能让你像娘一样 这次这么急把你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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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行的生意有人照顾吗 已经交代好老陆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 娘 您的身体 哦 是你爹酒庄的生意 有点急事想跟你谈谈 秀巧 娘待会儿 想跟贺生吃点馄饨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包一点 哎 我去准备 哎 老婆 有点小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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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两个大个 没什么事 想起来 你那可以 你哪多个人 大俩 你不在乎 保护 你也不在乎 那不在乎 你管他 我本來以為你只是跟他 沒想到對方 居然懷了你的孩子 你說 這事你要怎麼辦 娘 是兒子錯了 跟文父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是我的錯 我曾經對他許下諾言 說退了婚之後 就跟他在一起 這是我一直鼓不起勇氣 我一直對您說 對不起 是我辜負了文風 又對不起秀橋 兒子 你怎麼這麼糊塗啊 這種事情怎麼可以當兒戲呢 你平常做事一向很有條理 怎麼一碰到感情的事 全都亂套了呢 娘 這樣 文鳳他無父無母 我不能丟下他不管 他是個好女孩 你又會喜歡他的 再說他現在有了我的孩子 我就對他負責 你就答應讓我娶他吧 你對他負責 那秀橋呢 秀橋是你名媒正娶的妻子 你不能不顧他的感受啊 娘 娘 我请求你接受她 文凤是个倔强的孩子 如果方家不接受她 我怕她会做傻事 你 事到如今 娘能不接受她吗 修桥那边 我跟你爹琢磨琢磨 该怎么跟她说 你不接受她 文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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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夫 这些世子我到处找了你 世子还到你家楼下等你 我找不到 文夫 我对不起你 当时我应该坚持住 放回上你这个大坏蛋 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难熬啊 你这个混蛋 我好恨我自己 为什么要爱上你 为什么对你念念不忘 为什么就是忘不了你 没有你我的心就像千刀万剐的疼 早就让我了生无趣 文芳 再给我们俩一次机会 为了你 也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吗 我去你家找过你 可是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 老生 我们两个回上海好不好 过着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日子 好吗 文芳 我们的事我已经和娘说过了 她已经同意了 她答应让你进门 真的 是不是让我坐小啊 不 我不同意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娜妾这种陋习 如果只有这样才可以进方家的话 我宁可不进 文芳 你听我说 咱们俩的事情 现在刚有点转机 方家不会委屈你的 再说了 我们现在方家的状况 我不得不考虑我的妻子 和我娘的感受 再多给我点时间 可是 可是你根本就不爱她不是吗 和生 这种迂腐的观念 对谁都不公平 和生 不公平 你肯定是开不了口 不如 不如这样 我陪你一起去跟他们说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 掉一个公道 好吗 五福 那 有什么话 你可要好好地说 嗯 大少奶奶 你听说了没有啊 我们家二少爷在外面 把一个女人肚子给搞炸了 人家找上门来了 这事儿弄得可大了 二少爷因为这个 挨了老爷一巴掌 这老太太啊都晕过去了 这事儿别胡说 传出去可不得了 哎呦 大少奶奶您没看见吗 最近这福利啊神神秘秘的 肯定是为二少爷这事儿闹的 哎 我看那老爷啊 一天到晚的叹气 一定是为二少爷的事儿烦呢 和文虽然有点莽撞 但他绝对不会胡来的 我想 这事儿一定有点误会 哎 我心在担心的吧 倒是你的处境 这换一二少爷有了孙少爷 那二太太下巴 不猜得比天还高啊 哎呦 哎 你等我一下啊 等我一下 你 来 这个 喝了 这 这是 这个啊 是我们老家包山男的秘方 我们那儿的女的 只要一喝了这个 隔年 一定是个白大胖胖的小子 我为了弄这个 费了好大的功夫呢 把他喝啊 喝了 来 哎呀 喝了 喝吧 喝了是个白胖大小子 来 喝了 喝了生小子 哎 隔年就有个孙少爷了 哎 哎 哎 大叔奶奶 哎 哎 哎 你这只是食物中毒 哦 放心吧 已经好很多了 这两天呢 要注意饮食 嗯 秀巧 哦 怎么回事啊 太太 怎么突然昏倒了呢 啊 我只是嘴馋吃坏了肚子 不碍事的 哦 哦 夫人 太太呢 她只是有些体虚 这两天呢 多多休息就好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哦 李妈 送送周医生 哎 请 怎么不见赫生啊 哦 大少爷出去就没回来 太不像话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 秀巧躺在这儿 好歹关心一下 嗯 去 叫蔡赵出去找找 哦 秀巧啊 你别什么 都由这赫生的性子来 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该管的你就要管 不能什么都顺着她 啊 我明白 爹娘年纪都大了 将来家里的家务事 还得由你做主 嗯 嗯 以后赫生 如果像他爹那样 纳了小妾 你还是方家的大少奶奶 在娘的心里头 你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可以比 明白吗 哦 哎 对了娘 听说 赫文在外面闯了祸 有个女孩子找上门了 哦 这事儿 让你爹去处理吧 你好好的把身子养好 方家的事情那么多 你可千万不能病倒 啊 您放心吧 我的病啊 睡一觉就没事了 这几天 家里有个女孩找上门来了 我知道你们在私底下闲言碎语很多 我 你们大家都误会了 他不是来找赫文的 我看你们下了狗野 以后谁要再跟嚼蛇根 给我滚出房家 娘 哎呦 你哥闯的祸你扛什么呀 他是来找赫生的 啊 啊 我们家贺文 不知道帮他割了多少黑骨 呦 fluor叔那女孩患了身孕 那大少奶奶怎么办呀 这事儿我们正在琢磨着 你跟秀乔感情特别好 这事先别让秀乔知道 让他好好的养病 何况秀乔也以为 他是来找贺文的 看来 我还真得替大哥 背这个黑锅了 放心 我们是不会让秀乔吃亏的 你们也不要让大少奶奶烦心 免得多生枝节 是 温风啊 你从小的脾气就特别的冲 方家又是个传统的大伙人家 你的脾气可得改改 跟长辈们说话 一定要注意分寸 不能硬来 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你 一切都好商量 知道了 何院长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文凤的 文凤啊 就是心意而知 他这个性格就是容易吃亏 文凤 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 得耐住性子 好好沟通 我知道了 你一定要收起你的脾气啊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院长 去吧 文凤 哈哈 贺生已经跟你说了吧 你要是同意的话 咱们就挑个好日子 尽快把这事给办了 我希望 能够和贺生搬到上海去住 我想 那样对大家都好 你跟贺生 是的 我不能接受两女共事一夫 大少奶奶 你回房休息吧 大少奶奶 是不是娘发生什么事了 你干嘛瞒着我 没事 她能让你这两天在房间里吃饭休息 哪儿也别去 我没事 躺着灌闷的 在房间里待着又憋得慌 我看娘的药刚在床上没喝 我过去催她一下 大大奶奶 大少奶奶 你别去 这事我干就行了 我已经到门口了 什么你干我干的呀 大嫂 大嫂 万美风这么大 你怎么出来了 我没事 大嫂 我不能让文凤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爹 我得负起这个责任 爹娘年纪大了 将来家里的家务事 还得由你做主啊 以后赫生如果像他爹那样 纳了小妾 你还是方家的大少奶奶 在娘的心里 你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可以比 明白吗 것 嗯 你们 鸿鸩 两个国家 只是有好感 还需要有感情 有了感情才会 有肌肤之情 我真的好恨她 可她为什么能够这么轻易放弃我们的感情 为什么她口口声声说她喜欢我 只要放弃我 她选择另外一个女人 难道这个女人看不出来吗 她的心里有我的存在啊 襄子 可我 你还储在这干嘛 还不快去看看修桥 和声 那是不交选 Private 陈桥 你和人